主日崇拜 各位節目好 很高興能夠再次在主日崇拜的時間 來和大家一起去敬拜侍奉主 要讓我們能夠在主啟示當中 能夠一同地以心靈和誠實去敬拜主我們的神 在這裏再次代表多倫多爾馬雷雲浸信會 歡迎所有大兄姊妹今天來臨 參加我們這個網上主日崇拜的時間 如今天我們能夠再次經歷神的恩典 能夠讓我們在屬靈生命的上面 更加活著主我們的神 好讓我們在聆聽主道爾先 讓我們先同心低頭仰望討告 將我們身心靈交給主我們的神 帶領我們 讓我們同心低頭 慈悲天父多謝你 讓我們能夠再次回到你寶貴說話的面前 去同心去學習 讓你的說話能夠成為我們眼前的燈 路上的光 好想我們能夠真是看得準 上帝你的心思意念 在今生的地上 活出一個合主理心意的生命生活 求你願意同在 好想我們每一個都能夠預備好 有這個天國子民的生命 去迎接這個永恆的當中 與主理同活的時間 我們同心的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命自靠 阿們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經文 是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21節至到第26節 今天的講題是 從破損到修復的屬靈關係 今天的講題是 從馬太福音的福音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多次跟大家分享到的 其實馬太在寫這個馬太福音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強烈的舊約背景 在他自己身上的舊約背景 在這個編寫的過程當中 所以當我們特別留意到 在馬太福音裡面 其實很多的聖經的內容 或者馬太的陳述 記載耶穌的講述 其實都跟創世記有很緊密的關係 例如在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 其實這個是直接與創世記 這個背景有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再次去看看 我們所看的這段經文 耶穌又如何再次利用 創世記的內容作為他的背景 讓我們去了解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在這段經文裡面 就談及到有關於 十屆第六屆裡面所提到的 不可殺人這條的界明 耶穌又如何從這個 不可殺人這條的界明 引申至到去 在這段經文裡面所說的 是向弟兄動怒這個熟靈的討論課題呢 這個正正是我們在這段聖經 要集中去看的題目 而最終其實不是只看人和人之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看到人與上帝的關係 究竟的狀態是如何 好 讓我們再次回到這段聖經 去讀一次 好想我們能夠熟悉一下這段經文的內容 不過這段經文 其實我相信很多大兄姊妹 甚至可能在你自己的熟靈成長過程當中 也都曾經背過的 不過聖經不嚴讀得多的 我們再次一起打開 馬太福音第五章第21至26節 這個亦都可以說得 是在登山補分的裏面 一個最重要最開頭 耶穌要談及的一個教訓 好 讓我們一起先打開這段聖經 好 我一起去讀了 我們會以和合本的版本去讀 如果你用英語版本的 你可以跟著在英語的經文去讀就可以了 馬太福音第五章21至26節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 不可殺人 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向帝興動怒的難免受審斷 凡馬帝興是拉家的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馬帝興是摩利的難免受審斷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帝興向你懷怨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 先去和帝興和好 然後來獻禮物 你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 就趕緊與他和式 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 審判官交付衙役 你就下在監裏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若有一文前沒有還清 你斷不能從那裡出來 在這段聖經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強烈的 舊約背景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一開始第21和第22節 已經引用了一些經文 是我們所謂熟悉的 就是十誡經文不可殺人 但究竟為什麼耶穌後來 可以甚至將他引伸到 去談論到和帝興動怒這個題目呢 這個我們就要分開三個部分 一路去細緻去思想這段經文所講的內容 第一部分我們去看的就是 從第5章第21至22節 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就是 殺人以至向帝興動怒的屬靈破損 spiritualbrankercy in murdering and angering 如果我們單單去從第5章 第21和22節當中 去看耶穌基督的引述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容易去誤會耶穌 甚至我們會認為耶穌他說的 都沒有什麼邏輯性的 他為什麼可以引用到 出埃及記第20章13節 或者生命記第5章17節 十誡經文 這兩段都是十誡經文 不過記載上有些不同 但是在這兩段的十誡記載當中 耶穌同時都引用到第6屆 不可殺人這個題目 而磚頭耶穌就一下子就跳到去 談論到帝興動怒的題目呢 更嚴重的是 耶穌似乎將這個殺人的問題 等同於一個弟兄對另一個弟兄的懷恨 會不會耶穌這樣說法是言過其實 甚至好像廣東人所說 耶穌講大了呢 既然我們有 이런可能性的誤會 那我們更要仔細 細心去看一看這段經文所說的內容 究竟耶穌想說什麼 为何可以从这样的杀人引致他 谈论到弟兄有一个怀恨的过程 将他等同了呢? 我们再读这两节经文 希望我们细节掌握一下 耶稣的讨论是如何引生的 第21、22节是这样说的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路的难免受审断 凡马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工会的审断 凡马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因此耶稣也要说到你们 即是他当时在听耶稣基督的门徒群众 耶稣向着他们说 你们都听过曾经有吩咐古人说 听是很容易的 今天教会很多信徒都很喜欢听道理 其实现在听圣经的讲解 其实真是很容易的 上网你有一部手机一按 就已经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讲源的讲道了 那听就容易了 但是听了能不能够去了解 甚至是否只是得到一个听了的讯息 但是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呢 那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很强调 说给他这帮会众知道 听听埋埋很多东西 但如果一知半解的话 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来的 耶稣在这里一开始讲到 听,听什么呢 如果从这段圣经我们单纯看 上帝就说说十戒 说第六戒不可杀人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上帝要说十戒呢 我们听了 有没有想过 我都不会去杀人 那听来做什么呢 是不是 这句圣经我用不着了 那是不是变成这段圣经 就对我没什么作用 十戒第六戒我可以丢掉呢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 从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我用不用得着 那就等同于这段圣经 合不合用 甚至这段圣经 是不是神的说话 需不需要成为神的说话 我们都可以把它丢在一旁 所以耶稣在这里 就要我们去明白 首先你要听 听这个道理 是听到什么先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 究竟耶稣要说的 听什么呢 我们看回这一节 其实经文已经有很大的提示 告诉我们 因为从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 有一个字经常出现的 这个字就是审判 和合本有时就将这个字眼 改造成为审断的翻译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 其实这段圣经已经三次提及到会接受审判 所以听这个字眼其实有几重意思的 第一纯粹接收一些私信 第二听可以表示出一个人 它是会顺服的 会遵从的 这个题目很熟悉 因为原来在先前 刚刚我们才看完的经文 我们才讲到有关于天国里面最少的一条律例 或者上帝任何一条律例 最少你选一条律例 是服从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所讲到的听是什么 既然这里用了三次讲到审判 而听这个字眼 另一个重点就是 听审判 听一个审讯的过程 那讲到这些什么审讯 我又没有犯罪 不是啊 这里讲了 这些信息是曾经讲给谁听 古人 古人就是和合本的翻译 那如果你看回《愚文圣经》 其实就是说你的先祖 你的祖父辈 甚至可以这么说 你的始祖 就是你以前的祖先 那从这个说法 耶稣谈论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是指及到于 有一些东西你们曾经听过 在昔日曾经说过给你的祖先 你的祖父辈 他们要知道要明白的事情 是什么 似乎这个就告诉我们 如果涉及于十界的内容 那十界是什么时候颁布 十界就早在出埃及记 刚才他说过 出埃的以色列人 去到西内山的时候 上帝要摩西上西内山 去接受上帝所颁布的十界 但是在山上接受十界的摩西的同时 山脚下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再看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知道原来摩西 当他上了西内山脚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我们就已经知道 原来以色列人在山脚 已经开始在製造偶像 那个偶像叫做金牛独 然后并且将这个金牛独 视为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 并且献上很多的祭给这个金牛独 如何献上 将他们身上所有最宝贵的东西 全部拿出来 去献上去做这个金牛独 从这段经文 就给我们去指示到 我们不可以随便去想 什么的审讯 其实这里所说的审讯 其实是指到 在昔日 以色列人在西内山脚犯罪之后 上帝对于这帮始祖 或者是坐在耶稣面前 这帮群众门徒 他们的祖先 昔日在西内山脚犯了罪 向偶像金牛独献制 然后怎么样 上帝就要在那时候 耶和华就要审判他们 这里是指导那个审判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 你听听起来 其实听到什么 要听的就是 昔日在西内山 以色列人 你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 耶和华神 如何向他们 作出审判 所以这里很清楚 界定了 告诉他们知道 耶稣谈论到的 这帮的人 他们所听的审讯 是上帝审判 以色列人 拜偶像 这是第一点 给我们看到的 第二点 也同时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 耶稣在这里 强调到 这个是十界里面 不可杀人 这条题目 为什么耶稣要谈论到 不可杀人 这条的界命 那么多条不说 很多时候我们说 不如说 耶和华神 我们的神 不如那个 最重要的 第一届 为什么耶稣 那么刻意选择 这个题目呢 因为 耶稣要将 这个题目 扩展了出来 将杀人 这个题目 将它进一步 扩展 如何扩展 22节 就告诉我们 可以听 这里谈论到 只是我告诉你们 耶稣这句 也是他的招牌说话 不过这句说话 是先有一个陈述 讲到有关于 可能你平日 在生活上 所遇见的情况 什么情况 向帝轻动脑 这个题目 听到 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和前魂杀人 有什么关系 我们再仔细去看看 怎么样先 因为 这段经文 讲的东西 其实一直提醒我们 耶稣 为什么要说到 从杀人到 说到 另一个帝轻动路 怎么动路 没有啊 耶稣首先说了 他一定会面对 审断 哦 有关审断 西来山山脚 那里他们得罪上帝 所以有审决 我明白啊 原来帝轻 对另一个帝轻 怀恶 也都会被审断 他自己心底里的事 是不是 原来这样会导致到有审断的吗 什么审断 那我们看看 耶稣 就残述 他们怎么怀恶 这帝轻 怎么怀恶呢 或者这个帝轻 他怎么怀怒呢 他原来 就是骂他的弟兄 有两个用词 耶稣 怕我们不知道 当时那些 面前的人 就个个都知道 我们可能就很陌生 这两个字 一会儿我讲解 大家就会明白的 第一 耶稣说 你们怎么骂你的弟兄 你骂他是拉家 如果你骂他是拉家的话 那你就难免会受公会的审断 耶稣说 拉家 拉家是什么东西 牧师 我又不知拉家是什么意思 拉家这个字眼 在希腊文版本里 就叫做 Rakar Rakar 这个字眼 本身是源自于 这个字根 是阿难文 我们开始明白了 原来耶稣引用当时 他们常用的语言 阿难文 平日常都用的 阿难文和希伯来文 很近似的语言 差不多像乡下话 和国语 普通话 之间很近的 是什么 原来拉家这个字眼 在阿难文里面 意思呢 就是蠢才 Fool 如果用今天的常用字眼 就叫做 蠢仔 或者说俗小小 就叫做 你真是一个死蠢 原来耶稣 原来耶稣在这里说 当你 如果说 你的弟兄 是一个蠢仔 蠢仔 死蠢 你就会可能面对 什么 工会的审判 哇 工会 这个指什么工会 如果我们按照这里所看的工会 就应该是 原文圣经所讲到的 犹太人的宗教法庭 英文叫做 The Sanhedrin 原来当你骂弟兄 是蠢人 蠢才 死蠢 你就会被 宗教法庭去审判 我曾经记得 有一次 和几个牧师 去完一次聚会之后 大家就说 约上去吃饭 其中一个 我们当中 比较 很有年姿 很有名的 一个牧师 说 不如 我建议 我们一行 四五个人 去哪里吃饭 我说 哪里来的 还没去过 他说 你跟着车便可以 大约在哪个交通灯位 于是乎 各人驾着车 就跟着他 一架一架 跟着 跟着去 我就去到 去到的时候 原本有五个人 剩下一个 还没到 等了很久 都没到 很久 其实都不是很久 十分钟八分钟 我就说 不知道他会不会 当失了路 刚才可能 红绿灯架一架 他认不到 不知道 然后 那个很有分量 很有年姿的牧师 就马上 说了一句话 那个死蠢都不知道 是怎样的 跟车都不懂 那 弟兄姊妹 我为什么说这个例子 给你听 你不要以为一个人 哦 他在 教会做主任牧师 甚至 他在神学院教过书 年姿很高 他一定 这个人呢 是 很有爱心 很近似上帝 不一定的 其实 那个情况 就反映在这里 当你骂你的弟兄死蠢的时候 说他是蠢才的时候 其实 你是对他一种侮辱 甚至你是对 创造他的上主 是一种侮辱 除此之外 第二样东西 耶稣都引用了他 当时常用去骂 那些弟兄的用词 耶稣说 凡马弟兄是摩利的 难免地狱的火 但在这里呢 耶稣再引用回 说到 你们会用摩利 你骂你的弟兄是摩利 你将他命名为摩利 摩利是什么呢 摩利在原文圣经的里面 那个字眼叫做 Moros 这个字呢 后来呢 很多英语的人呢 也都转用了一个字 叫做 Morons 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字眼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是废柴的 如果再语得准确一点 就叫做 你的低能 从整个的介绍里面 耶稣说 如果你说你的弟兄是低能的 蠢材的 你会难免地狱的火 这里呢 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说 哦 这个就 关乎于你的灵命了 那你将来死在地狱里面 然后怎么样呢 就被 永不熄灭的火去烧了 这里 其实 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 你可以 灵意解经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 其实这个字眼 如果我们看回希腊文的时候呢 这个字眼叫做 Gananian Ganan 这个字眼呢 其实是 希腊文 逐个英文字母 要串语回希腊来文的一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呢 原文这个字眼 可以说Ganan Ganan 可以说到是地狱 但是如果 将这个字 再看回原来是 直译希腊来文字母的时候呢 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鸣鸾谷 Vari of Hinnon 鸣鸾谷是哪个地方 Vari of Hinnon 在哪里呢 原来是耶路撒冷的 西南角的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呢 其实是一个山谷来的 这个山谷呢 其实就很少人去的 通常那个地方呢 就是污水啊 河流啊 全部倒下去那里 把东西放在那里 然后就冲走 随着河流冲走它 所以那个地方呢 大家如果仔细熟悉 耶路撒冷旧城呢 那个也属于一个的出口 耶路撒冷很多的出口 其中一个的大马士吉出口 那里一进去 就是一个街市来的 到现在也是的 如果你去到这个 东面的姓士提反 这个出口呢 那里就会面对去到 这个橄榄山的 而去到西南角的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 分厂门 分厂门是什么呢 分厂门那个地区 其实是一个 耶路撒冷城的 垃圾站 如果去过耶路撒冷的人 都会看到 那里其实是特别骚髒的 因为那里有很多 烂的东西 要处理呢 他们就会在那里用火烧 烧了它 变成灰准 那就容易沿着山谷 可以车走它也好 被下雨 冲走它也好 就把那个健康 即是卫生情况 冲走它 所以呢 这里所谈论到的 这个地獄的火 合本就已经意译了 其实 本身这个字眼 就是说 你难免是在 这个的 阴亂谷的火那里 被懲罚 意思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地方的里面 是长期受 火的烟 去懲罚你 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告诉我们 知道 耶稣故意引用回 这些普遍的犹太人 他对帝卿怀恶意的时候 他们 就会用这些的字眼 其实 是反映着他们的熟灵状况 不过有一点 在这里我要做少少的 这个 日本上面的注释 因为在我们和合本上面 有讲到 凡向帝卿洞路的 那里有个注解 就说有易本 在那里 在 向帝卿洞路的 后面 就加上了 无缘无故 意思就是说 在有些原文抄本的里面 就说 凡无缘无故 向帝卿洞路的 那才有这样的灾害 但是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抄本 其实是不需要 插入的一些 注解来的 而且也是属于 比较后期的抄本 相信是因为 使用圣经的时候 有些传道者 在那里作一些解释 尝试把耶稣的说话 软化一点 去看 但是其实 根本不需要 因为 为什么不需要呢 因为根本 这里讨论的题目 他们没有掌握得到 于是乎 就尝试 把耶稣的说话 软化 耶稣基督 的而且在这里 很强调 告诉他 如果一个弟兄 他是向另一个弟兄 动怒的时候 或者 惹动 怀恶意的时候 这种的情况 如同杀人 那你就说 牧师 我们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解不通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 去尝试了解 这个经文 刚才我一开始就说 其实耶稣讲的道理 是跟 旧约圣经有关系 而且尤其是 创世纪里面的题目 这里其实 如果我们 仔细去重新去看一下 耶稣所谈论到的内容 包括有几个要点 第一 是谈论到 这个弟兄 是对另一个弟兄 怀恶意 第二 这里有个审判是存在的 第三 这个的弟兄 最终是怎么样 是参与了杀人的情况 如果我们将这三点 摆在一起 还有一点 我们接着 后一点会看的 但是只凭这三点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猜测到耶稣 是指向于原来 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 第四章里面的经文 谈论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什么情况 原来向帝兄动炉 是等同于是帝兄于拉家 蠢人 死蠢 或者 也都等同于是帝兄为魔力 说他是废柴 低能 这种的情况 其实等同于杀人 那你就说 杀人要出血才算是杀人 就算在旧约圣经里面 谈论到杀人 也要见血才算是杀人 没错 在圣经里面 的而且确 见血就是杀人 尤其是谈论到 流无辜人的血的时候 就是杀人 这个是旧约 整体 你听听埋埋的一个观念 但是 是不是没有达至到流血 就等不等同于杀人呢 耶稣在这里 其实要让我们回顾 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 有两兄弟 就是出现了杀人的情况 这一场由 该人和阿伯两人之间 所发生的名案 明显是反映出 该人是因为要说 因为ры是说 从宗圈制的时候 一刻 冻析到该人和阿伯 他们的 不同心思意念 他们对上帝的心 那个关系不同 因此 该人 就遂路于他的弟弟阿伯 最后杀了阿伯 这个背景 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 为什么可以从杀人这个题目 引伸到说到兄弟怀怒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重新让我们去认识 在旧约圣经里面 最初头什么出了问题会有杀人 不是见血才叫杀人 而是问题所在 所以特兄姊妹 杀人其实他真的落刀杀人 那个未必一定是最严重的罪 即是今天的情况 那个策划去杀人 那个mastermind 那个动杀机的人 才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而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个问题呢 这个正是耶稣要在这段圣经里面 要表示介绍给他 现在面前这批的门徒之道 所以杀兄弟只不过是一个表征 该饮反对上帝这种灵性堕落 才是真正的主因 所以耶稣承接了这个旧约的背景 就可以从不可杀人这条的十戒 引申到兄弟不和的这一件事 其实是源于有人怀恨于神 而我们就以这个背景 去了解这段经文 我们就能够有更丰富的理解和认识了 因此 无论是兇手 或是怀恨弟兄的人 他们其实都有同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是刚才耶稣引用的这两个字眼 含拉加和莫利 这种人是显露出自己永远都是高人一等的人 其他的人呢 全个世的人都不能够及他自己那么厉害的 一切的人都是次等的 是被他所操用的 被他所利用的 而这些人如果对他有威力 他就要斩草除根了 而这种对人的藐视 尤其是兄弟的藐视 并且全盘否定他的这种心态 这个正正就是昔日该人的问题 也都是这段圣经 耶稣要提醒这帮门徒 听了这么多年 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 不要只是纯粹 只是听 昔日我的始祖被审判 他们犯罪 不关我事的 我现在没有犯罪了 原来耶稣将这个层次 将它完全的扩展了出来 原来以你与兄弟之间的问题 都反映出 其实你如同杀人一样 所以 在上一堂主日 崇拜的时候我们讲过有一类人叫做 凡事都反的人 叫做contrarians 这类人呢 人家讲什么都好 人家做什么都好 他都要在他里面挑骨头 和他唱反调 希望显出自己叻一点 我踩你 踩低了你 那就抬高自己 等同于广东人有句话 找人占尸底 而且这段圣经甚至讲到什么 你找你的兄弟去占尸底 因为这些人 他已经自从他犯罪之后 他就跟着这个撒旦认财作父 于是乎 所有的东西只有自己的 整个世界只有围绕自己的 任何人围绕着他 都是为了服务他而已 有哪一个影响到我的名声 有哪一个去显出我自己的不善 有哪一个能够去搞到我是 没有颜面的时候 那个人就要死了 所以这段圣经的里面 其实要告诉我们知道的 正正耶稣不是讲过聋 正正耶稣不是没有逻辑 正正耶稣因为被基于 在创世纪第四章的里面 以及十佳那么重要的经文 让他们去 不只是流传在守律里的低层次 而是生命上面 你和人的关系 其实反映你和上帝的关系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 因为我们就忘记了 创世纪里面的事 所以我们就不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 今天从这段圣经 耶稣这样的讨论 这样的陈述 就告诉我们一切的问题 如果只需要我们细心去看一下的话 其实都是出于 人与神的关系 出了一些问题所致 当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 人就想和上帝教力 当和上帝教力的时候 他就将自己视为神一样 甚至连神都看不过眼 神做的事 他就要反对他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做的事 那些不信主的人 他就会来反对呢 因为他们就是跟随了那些 撒旦的contrarian 那些反对者 耶稣从这两节经文的内容 其实叫昔日 当时坐在他面前的众门徒群众 去作一个回想和反省 回想不是只是停留在十界 而是回想在创世纪里面 什么导致你犯罪 什么导致你陷在罪当中 也都希望提供一个出路 给我们可以突破这个情况 不过在我们未讨论 如何突破之前 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已经见到 其实一个最可怕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 反映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现的问题 很多时候呢 很多大兄姊妹 谈论到十界的时候呢 都会说 当然要先讲 之前的头的四界啦 全部讲关于跟神的关系的 后面呢 然后从第五界开始讲呢 那些才是讲人的关系的 那些才是讲人的关系的 我要从人跟神有好关系 我才跟人有好关系 但是其实十界 如果你听过我解释的时候 如果你要掌握到头四界 怎么跟神有关系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将和下面那六界 从第五界开始 就是孝敬父母开始 来到去学会 怎样建立与上帝的关系 我讲得更清楚一点的是 如果我们可以 与我们能够天天相见 看到的父母 我们天天遇着的人 可以见到 可以接触到的人 我们都跟他能够保持到一个 正常 恰当 义的生命的时候 头的四界 其实我们跟上帝那个建立 也都可以更进一步 如果我们连见到的人 我们都做不到 对他有一个的照顾 有和好的关系 也都以异的生命活在他当中 不是跟他同流合污的 是一起去偷骗拐骗的 骗人钱的 甚至参与杀人的事情的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那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不会相远太多了 但如果跟那些人 看到的人做不到好的时候 你还说跟那个见不到的上帝 你怎么建立那个关系 见到都做不到 连见不到的上帝 你怎么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 正正就要告诉我们 当兄弟之间的问题发生了 其实 只不过是 在其中一方 或者甚至双方 跟神的关系是发生了问题 当 该人跟上帝的关系 变差 该人就杀他的兄弟阿伯 所以 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怎样去努力的维系 其实同时间也都反映出 作为天国的子民 其实是怎样努力 去以天国的义 跟神建立一个好的正常的关系 明白吗? 大兄姐妹 这个就是 所以大兄姐妹 从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看回耶稣基督的教训 耶稣看我们 其实我们已经跌入了一个 可以说是破裂的属灵状况 耶稣点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是不是就算数呢? 不是啊 耶稣永远会给我们一条出路 好像先前我们谈论到 耶稣基督 同样都提供一个 何谓义的标准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 准确的量度 怎样去看天国的量度 什么叫义 怎样才配进入天国的义 上文已经讲过了 第五章第20节 你们的义要高过 民事和法尼赛人的义 才可以进天国嘛 不然的话 你如果只是达到 民事和祭司的所谓义的时候 这个都是一个 失败的水平 是不能进入天国的水平 It's a fail grade 明白吗? 弟兄姊妹 好了 耶稣在这里点出了 原来跟神的关系有问题 于是乎 你就跟人之间的关系有问题 当跟人之间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情况 严重的程度 跟杀人无疑的 那怎样解决好呢? 所以跟着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23节至第25节 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看到 宗教行为是不能取代和式的关系 Reconciliation is irreplaceable by religiosity OK 好 那我们再次读下这段经文先 好吗? 第五章 第23至25节 三节的经文 好 我们找到一起读了 所以 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 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跟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式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给衙役 你就下在监女了 有蜀仰的人 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 就是尝试以宗教的行为 去取代自己的罪 或者用宗教活动 来去掩饰自己的恶行 他们认为这样就是一种 将功补过的一种做法 不过我可以跟大家听 前面说 天国的里面是没有 将功补过这个观念的 不是说 我犯了罪 不要紧要 做多一些好事 盖上它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都是这样想的 在教会 我犯了罪 所以我去到上帝 求主要说 接着我捐多一些钱 我就补足了 或者我做多两个圣工 那就补足了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甚至在教会里面 很多的夫妇 他们婚姻破裂之后 其中一方 为了补偿 怎么样 就回教会侍奉 做得好一些 我是圣人来的 我是好人来的 对方的配偶不好而已 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去掩饰自己的罪行 这是一件危险的事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跟着马上就作出一个 很清楚的劝导 留心第二十三节 在这里说 耶稣说 要劝导这个 已经是得罪了人的弟兄 要马上赶紧 去到 在这个 仍然在路上 跟你关系上 发生了问题的弟兄 赶紧跟他去收和 这种情况 我们留意到 耶稣是向着 得罪了人的弟兄 向他说 这个弟兄是什么情况 我们去看看 首先这个弟兄 有三节讲 他已经去到 祭坛那里 准备献礼物 原来这个弟兄 很难乱 明明难乱是什么意思 很快 就走到去 圣殿里面 准备献祭给上帝 而那个 他得罪了的弟兄 仍然在路上 走着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这个弟兄 哇 赶紧来到去 快点献祭给上帝 为什么呢 就刚才我们反映出 有些人 因为他有宗教信仰 有个神给他信 于是乎他犯了罪之后 怎么样 啊 赶紧去 在神面前 先打个报告先 讨好一下上帝先 献些礼物给他先 我记得我小时候 家里过年的时候 农历年 有个叫做 制造军的仪式 做军是什么 称之为一个偶像 安放在厨房里面的神 他一年到晚呢 就听到你们在厨房里面 讲这讲到说 哪个的坏东西 哪个的坏东西 一直在煮饭 听着听着 他每年相传 就会回到天上的玉帝 就会去打报告 于是为了他上去报个好听点 于是我记得我妈妈和祖母 就去买个很大的肥猪肉 然后煎香它 然后搭在那个造军的造头 然后就说 让他的口比较香的肥猪肉 讨好他 说话 说得顺滑一点 在漏一点 不会说坏我们的东西 吃饱了他 讨好他 他就会打个好报告给我们 人就是这样 怎么办 这个弟兄 得罪了那个 现在还在路上走的那个 怎么得罪呢 其实我们一会后来 会知道 一些涉及浅的问题 他得罪了这个弟兄 于是乎怎么样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得罪人的人 他还去 骂那个 在路上 他伤害的弟兄 怎么 可能骂他是 拉家 他是摩尼 是吧 向他发怒 迁怒他 于是乎他怎么样 赶紧来到希望尽快献祭 讨好在耶路撒冷 他认为 住在里面的耶和华神 于是乎怎么样 就可以自己没有问题 这种思维 其实是一种很错误的神学观 耶稣在这里就要提醒 提醒什么 这位这样的弟兄 你现在还在 这个来着 耶路撒冷 圣殿路程上面 被你得罪过的弟兄 你在这个时候 你 以为来到就已经很好 没有 没有 你应该怎么样 马上 将你的祭物 带来 放下 在祭坛的面前 然后怎么样 你以为你早到就可以 现在我要你回去 然后怎么样 赶快去设法 和你的弟兄 修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你才再回到这里 去继续献上你的礼物 那在这段圣经里面 其实是很美丽的 但是因为和合本的版本 翻译得比较轮盡 那我就特别将第25节 这一节经文 就重新译过他 这25节的经文是说什么呢 他说 你这位 得罪了 人的弟兄 你自己要赶快 去到 和那个还在路上的 你得罪的弟兄 将会来指控你的那个弟兄 快点和他和息 或者用这里所说的 就是和他修和 但是我很喜欢和合本 这里翻译的25节 说和他和息 和他修复好的关系 把握在 你们还在这条路上 未到达 这段时间 和合本就很好 和合本没有估计去哪里 这条路上去到的目的 但是从内文里面 我们知道应该是 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的里面 特别 先前也都讲到 会受审在哪里受审 在这个 宗教公会 宗教的法庭 The Sanhedrin 所以我们相信 是在上耶路撒冷 这个圣殿的路途上面 这段的空间时间 你赶紧和他修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说和他修和的话 你会出现以下这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当他来到祭坛的面前 他就会指控你 然后将你送给审判官 然后再由这个审判官交给这个牙役 由牙役就最后将你下载监侣 然后就送到去这个宗教法庭 Sanhedrin 就在那里指控你的 那问题在这里 我们就要看回 当我们想起自己曾经恶代过某某一个弟兄 现在他拿着这些证据 他随时可以来去指控我们的时候 问题是我们造成的 倘若如果我们又说自己是神国的子民 是天国的子民的话 耶稣这个的教导 就造成了一个属灵上面的吹逼 and spiritual urge 吹逼我们去和这个弟兄修和 听起来挺好的 但是这个吹逼 其实在过程当中 不是容易做的事情来的 首先我们看见 你要将你的献祭的礼物 放在这个祭坛面前 全世界人都会知道 咦 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个人和谁 发生了什么关系 所以要先处理了 祭物这么重要 这是正经事来的 献给上帝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说 你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对于你来帝有一种很大的尴尬 看似你献祭是头等事情都好 现在原来 献祭给上帝这件事 是与弟兄和好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来的 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以献祭这种的行为 宗教的活动 去掩饰你 恶待过你的弟兄的丑行 宗教的活动 纵使你这样做 可能全世界人都会知道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你必须要去做 因为两者都是同样重要 而这个也都是应有天国子民 所有的熟灵生命的特质 因为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的熟灵生命就是一种 天国所定下来的义去吹逼我们 只要那件事是合上帝的心意 符合天国的义的时候 我们是在所不计 丑我们都会肯去做 现在另一个重点的就是 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是谁才到耶和华神的圣殿里面呢 是一个得罪了人的弟兄 但是他也都在这个时候 有所不胜的 能够理解到 咦? 是啊 既然我如果和弟兄的关系破裂 等同于和上帝的关系破裂的时候 我需要两样都要处理好它 不然的话 就算我宪制都没什么意思 在这个时候他明白这一点 他就需要主动地 所以我刚才重新翻译的时候 就是说他很尽快地 是他主动地先走回去 回到路上 找回他得罪过的弟兄 趁在这个时间里面 和他有一个修和 谈讨 能够有一个和好 可以修补这个关系的过程 其实这个得罪人的弟兄 如果是天国的证明 其实他同时就是怎么样 帮助正在捆绑在 将要如何指控他的弟兄 帮助他能够同样明白 上帝的义 而天国的义是如何实践 所以 这段圣经就告诉我 如果你不作主动 你如果不回到弟兄的面前 最终的结局 其实你就会被下在监虑 到时你的羞辱更大 而你即使如果被你欠了制 那些欠制又如何呢 来到这里 我们更加可以看到 从该人阿伯的例子 就让我们平衡这段经文 第一讲到 欠制的情况 第二讲到 兄弟之间的关系 第三 发生了杀人的事件 但最终 其实要讲到的 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出了问题 如果 这段圣经我们去看见的 这个弟兄 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教训 去主动去 返回到 和这个弟兄修和的时候 其实他反而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好像耶稣的一样 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尽证 尽诸般的义 耶稣在不需要行义的情况之日 都按照天国的义 去做一些事情 使到 其他的人 可以从 亏损的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修补 更何况 在这段圣经里面 这个 伤害了 亏待了 恶待了 弟兄的人 他自己 已经伤害了人 他更加应该 要去行义的 因为 如果他是天国的之物 他应该就好像 八福里面所说 他有饥渴慕义的心 他明白自己的灵性是不足 他自己的义是不足 所以他需要去 顺服上帝的教导 从而使他 可以重新去 去遵从上帝的教训 这个 正是我们前文所说的 在天国里面 最少一条律例 你都肯揭力去做 那个天国子民的生命 所以 弟兄姊妹 天国的子民 会不惜一切 甚至可能遇到 很羞愧 很尴尬的情况 但是他仍然 会要按照天国的义 而去行 他的生命生活 他会义无反顾地去付出一切 而换取天国对义的 那个要求 这个 就是耶稣基督 在这个第二个部分 要提出的 很重要一点 千万不要找他 宗教的活动 来到去掩饰 你自己的堕落 你需要的是 要和人有和式的关系 而你才可以和上帝有和式的关系 所以来到最后一点 第二十六节 耶稣就提供一个突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方法 我们看回 第二十六节 我一起读 是不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 一起读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 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在第五章第二十六节里面 又再次出现了耶稣这句招牌的说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 耶稣有几句说话 是特别 不只是我告诉你们 我实在地告诉你 是用阿们 作开头的句子 凡着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 其实 都是说到一个很严肃的宣告 这个什么严肃的宣告 关乎什么 一定是关乎于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而这里所讲到的 其实就是敬拜的问题 你讲到献祭的问题 你走到上帝的面前 去掩掩掩掩掩掩 但是其实你和弟兄姐的关系 是不行的 所以 在这段圣经里面 耶稣很严肃地说得出 如果你可以按照我先前 从第二十三节 至到第二十五节里面的交道 这样去做的呢 你就可以突破了这个恶性的循环 什么恶性循环呢 我们再看看 《创世记》里面 那个人阿伯的问题 最初头 两个人只不过是 一起的 在这个 伊甸园里面 献祭 是不是 该人 就献上 这个 祭生 阿伯 就献上 他田中所 中的一切 在这个 这样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 原本好地地 但是 上帝看到他们的心 上帝 察验到 该人的心 跟阿伯不同 该人的心 其实是有一种 歪念 这个不是在这里 今天去详细讨论 但是 他看到 约阿伯的心 是纯正在上帝面前 上帝不是不告诉他 上帝更加告诉该人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若走得好 我起不蒙越纳 走什么不好 这个很值得 我们再了解 第二天 看到《创世记》的时候 但是跟着怎么样 该人阿伯 该人在这个时候 怒上帝 怒到发火 但是又不可以 对上帝做什么 爺爺的主要反上帝 怎么反上帝 最好反上帝的方法 就是 上帝喜欢谁 我就反那个 于是乎 上帝喜欢了阿伯 他的宪祭 看中了阿伯的心 于是乎 反上帝 就反他兄弟 接着圣经记载很特别 在第四章第八节 说他们两兄弟一起 在田间里走 在那里聊 聊 兄弟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 他们在那时候聊 聊 为什么你可以 有这么好的心态呢 阿伯 你不如教一下哥 让我都可以 做的事 上帝所得到喜悦 如果肯这么说 其实就可以突破了 但是 那个人有没有这么做 那个人没有这么做 那个人反而怎么样 谈谈谈谈谈下 接着就乘机 做瓜 那个弟弟 因为他觉得 我做阿哥 我要听弟弟 教我怎么去 跟上帝 而活 没面子 没面子 很丑 顶姐妹 当你做错事 你做得不好的时候 其实 不似夏文 中国人都有这句说话 弟弟做得好 那就跟弟弟 求教弟弟 让弟弟 跟我一起做得好 但他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怒上帝 怒得要做瓜 他弟弟 突破不了这个恶性循环 因为他一直在这个 罪恶的心态里面不断打滚 但耶稣在这里怎么教导 如果你能够赶紧 仍然在路上的时候 跟他谈 像不像 那个人和阿伯 去到田中 大家一起对话 如果你谈的时候 可以修和 而不是 立更坏的心墙的时候 整件事就扭转了过来了 所以这段圣经所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关系就会永远破裂 怎么破裂呢 如果你一文钱都没还清 你就断不能走出来 你坐牢根本就没办法再还钱 没办法还钱 那你怎么会走得出来 就是你永远走不出来 明白吗? 这句话在英语世界的里面 是叫做inferior argument 有一个最低最坏的情况 来让我们明白到 其实不要去做这一件事 如果不做这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突破了出来 怎么突破 耶稣不是提供了一个方法 给我们 说着 主动 快去 趁着 在路上的时候 再跟他谈 能够得到一个修和的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 倘若如果在《创世记》第四章第八节里面 该人是不会杀阿伯的 而是趁着大家在田当中 大家在谈谈的里面 虚心地去求教兄弟 怎样自己是做得不好 怎样才可以做得好 将自己的pride 自己那种骄傲放下 但是 其实可以突破了 不会发生 人类第一件 谋杀的案件 明不明白 第一节目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牧师 他最后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那个迟离的牧者 就终于出现了 在这个时候 那个老牧者还在罵他 你没有搞错阿 傻的你 你什么跟车都不懂 你这么差的吗 你 接着那个 迟离的牧者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拿得这么快 又不等我 那我 那我当然是 掉了 我都要问很多人 才知道 这间店在哪里 才来得到 因为我都想和你们 一起吃一餐饭 弟兄姊妹 从这个例子里面 告诉我们 当一个弟兄 如果他只是认为自己是很强 因为自己不可一世 我努力尽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其实造就不了人的 你只会是伤害人的 其实 最终是伤害了什么 伤害了你自己 更严重的是 你伤害了你和神的关系 这一个耶稣的论述 可以说得在整个登山部分的里面 去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就不要以为 在律法的文字层面的上面 你做了呢 你就已经是很了不起 即使你做得到都好 其实你仍然有个角色 要去帮助那些 其他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 让他同样都能够在平日的生活上面 活出天国的义的水平 耶稣的教导是让我们知道 怎样能够符合 活在天国的里面 与神永恒同住的条件 因此 我们是需要有 合宜的天国子民的生命力 在天国的义当中 进行和式的行动 至少在今时 我们仍然活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要揭力 让人按照神的义的标准 在这个地上而活 当然了 如果那个人 他不想按照神的义而活 那这个 就没办法去处理 所以 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 曾经都说过有些人 你看你们真的很愚蠢 譬如 其中一个我们看的例子 这个十童女的比喻 其中五个耶稣都说 这五个没有预备好灯油的 其实是愚蠢 同样都是一个字眼来的 摩利 但是 但这个耶稣是指导的那个 根本不愿意走在主导的人 他仍然以按照主导的心态去帮助他 但是这些人 他不想 这个是他自己选择愚蠢 不是你奏助他的愚蠢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耶稣是一位君王 他的角度是行过天与地 因此 天国的义 他以此为准成 就活在这个天地之间 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一份子 其实我们都同样应该参与在 按照天国的义 活在今天直至到永恒的当中 我们只要有这份生命生活 我们不单止能够在这个地上 与人建立修和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 我能够自己和这些人 一同的都能够符合上帝天国的义的标准 所以 耶稣在这里 将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 传递给当时的门徒知道 亦都同样传递给你和我知道 又一起同心低头 感谢主 赐给我们这个信息 七月天父多谢你 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 借着你爱知耶稣 将圣经里面的解释 能够更圆满地让我们去明白得到 那个时候我们看圣经的说话 我们有很多误解 我们以为耶稣所说的东西 其实是因为祂是神 所以祂喜欢说什么 但其实不是 这些东西老祖 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沉明 只不过是我们那个时候 听听了很多人所说的 越人眼目、越人耳朵的事 我们就以为那些就是正确的解释 这段圣经不是只是讲人伦关系的问题 而是讲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求你的帮助 让我们准确拿捏主你的教导 我们同心会讨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明智靠 对吗? 感谢主给我们一段这么美好的经文 在预备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亮光 能够在当中看见耶稣他的讲道 怎样真是落实在创世记的经文里面 已经陈述了当中的意义给我们知 让我们一起努力地学测 一起走这条熟灵的天路 不容易 可能过程会有尴尬 有难堪 甚至可能有时会有痛苦 因为有些人拒绝上帝的义 但我们不要放弃 给此鼓励 继续按照主的真理而活 好了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同心的低头领受神仪的赐福 愿耶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华使他的念光照你持恩给你 愿耶华向你仰念持你平安 愿耶华去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华使他的念光教你持恩给你 愿耶华向你仰念持你平安 以下来有一些会务报告 再次在这里代表 多伦多以马来来还浸讯会 欢迎所有今天来临 参观我们的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 愿意多伦多以马来来还浸讯会 成为你属灵的家 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的追求 认识真理的同时 要能够学晓彼此的守望 如果弟兄姊妹是有任何的分享的 有任何的属灵上面的需要的 我都很欢迎你直接与我去联络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先进的科技 上帝提供给我们有的这个网络的平台 让我们可以能够彼此的造就 你的分享你的鼓励 同样都成为为教会 众帝兄姊妹属灵的力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使用这个平台 能够达至到我们能够有一个和乞的关系 能够与上帝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 好了如果帝兄姊妹你是有任何的 关于这个奉献的问题的 可以直接与我联络 我在这里不详细再说了 只不过想提一提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做了宣教应献的话 你的宣教应献的限期 希望是能够在四月尾的时候 送交到教会的财务部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尽快在六月前 将这些所有的支援送到去宣教士 或者宣教机构里面 我们今年的预算里面是有2300元的 如果帝兄姊妹倘若 你在你的可见的未来 你可以更多的在这个宣教应献上面 可以更多的 你可以通知我们 如果帝兄姊妹写明是宣教应献 我们同样会按照比例 将它分发给宣教士 所以希望帝兄姊妹 能够在四月尾之前 履行这个宣教应献的事情 在这里也鼓励帝兄姊妹 能够踊跃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时间 我们的主日学是隔个星期的 一个星期是祈祷会 开始时间是9点15分 而主日学的时间是9点开始的 所以请帝兄姊妹留意 每逢第一和第三个主日 都会是祈祷会来的 而四都会是这个主日学 那如果有第五个星期 那个都会变成祈祷会的 希望帝兄姊妹能够踊跃参与 我们的祈祷会时间是 每个星期日的早上9点15分 多伦多的东部时间举行的 那如果你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也都想和我们一起参与的 我欢迎你和我们预约好时间 那我们一起可以彼此的守望 那好了今天我们的崇拜到这里为止了 希望帝兄姊妹彼此代讨和纪念 愿意我们能够在主的道理上 能够有更多的学习 并且有不同的机会 大家团契彼此交心 好使我们都能够互出 天国子民的样式 我们下星期再见了 愿神赐福给你们每一位 再见